欢迎来到Fintu,我是阿芬 结许上一集影片我们要继续和大家统整 在本次宝可梦发表会之中有关于传说阿尔洲史的资讯 在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玩家在野外之中的动作游戏机制 还有捕捉系统 但是这不代表着原先传统的回合制宝可梦对战就不复存在了 当玩家举起你的大挡精灵球 透过X键就可以更换成你想要派出进行对战的宝可梦 将精灵球投资到冲突宝可梦的附近 就可以进行无缝接轨的展开战斗 不过除了介面跟回合制这两项游戏机制是做的跟本传类同类似 之外的不管是宝可梦的数值啊招式都做了更新改动 首先最大的改动就是名叫行动顺序的游戏新机制 在战斗画面的右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直接将我们敌我双方的行动顺序都排列出来让你看到 而且这个行动顺序不再将是你先我先这么简单的问题 在新的系统之中并非才敌我双方每一个回合各行动一次的设计 宝可梦将会受到本身的速度或者是使用招式的影响 将有可能让你连续行动 就像是剑盾之中集聚头目一样连续释放好几次的攻击 当然的你也可以在连续行动的时候先进行攻击再使用道具 让对战的战略更升华到另外一个层级 与以往一样每一只宝可梦在同时间只能够有四个招式的额度可以使用 不过在选择招式的时候你能够在选项上按下R键、L键来将招式切换成集训或者是刚猛的风格 一当你的招式是选择集训的模式你的宝可梦就会充满迅雷之力 尽管招式的威力会被下降但是速度会变得更加敏捷 行动的顺序也会更加容易被排到提前的效果 官方所建议的combo套路就是 如果你的宝可梦本身就有一些前置能够提升数值的招式 例如像是冥想R键5 那么你就可以切换成集训模式 先把buff放一放你就可以在后半场对战得力 而刚猛则是集训的相反模式 当切换以后宝可梦的速度跟行动就会被延后 但是身体将会被充满刚毅之力 招式的威力将可以大大提升 给予对手造成极大的伤害 最主要的定位就是被当作定胜负的必杀招式来做使用 在完成宝可梦图件的旅程当中 我们会逐一将调查到的新资讯回报给博士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宝可梦系列游戏 玩家只需要捕捉 一次宝可梦就可以将这种宝可梦的所有资讯记录到图件上 在本作之中每一只宝可梦都有各自的研究等级可以去做解锁 我们可以透过展示的画面上来看到 像是看见电光一闪的次数 看见咬住的次数 这些都是依照不同宝可梦来量身定做的个别任务 且要深满这些研究等级的成就来到最高等 大家看看 这基本盘也都至少需要由来一个15次起跳的次数 完全就可以想象这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坑 就会像是其他的开放世界游戏一样 没有个数百小时是不能够把全要素给收集完成的吧 不过在此 在第一时间点我所最担心疑虑的问题就是 解锁必要性的问题 有常在玩游戏的玩家都肯定会知道 有许多设计的不够妥当的开放世界游戏 就仅仅是去堆叠重复的要素去让玩家去解 并未去做出不同的游戏体验 而这就是会去降低玩家去解成就之线的诱因 好的游戏课题需要去引出有趣的游戏体验 并带来适当的成就感跟奖励 而目前的状况我们所看到的 如果升级研究等级的方式 就仅仅是要去刷看见咬住的次数25次 除非在未来的游戏中还有什么其他能够让我们跌破眼镜的革命性游戏机制 不然的话这就单纯的就只会去再生出另外一个作业感十足的任务 我光用想象的就已经开始想要睡觉了 完全不会想要去农去解 那提升研究等级的成就奖励部分 目前在官方所释出的资讯有 代表主角对银河队贡献度的队员星级将会提升 开放更多可调查的地区 这个部分我认为应该会比较像是 New 宝可梦随乐拍的收集图件机制吧 当玩家拍到了不同种类的宝可梦 稀有宝可梦的罕见动作 累积达到一定的分数提升调查等级 在该调查路线上就可以来找到 更多不同种类稀有的宝可梦 而传说阿尔宙斯之中 我能够去想象到的应该就是 当研究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能够去到更深入更远的危险区域去做调查 才能够在夜晚出去探索 有更高几率可以去遭遇到更高等级 更高体质更加稀有 更高异色几率 异幼或者是头目宝可梦 有更高的几率可以去找到更稀有的素果素材 而更高的队员星级 我猜应该就是能够在村子里面 去受到其他村民更高的肯定 之后玩家就能够在城镇里面 买到更好的协助调查的工具 解锁能够来合成的更高阶的求种 而在接下来一个部分 官方也向我们介绍了 紫七夕与喜翠地区的 全新地区形态宝可梦 首先是鬼角路 鬼角路是金角路的进化形态 是只有在喜翠地区 为了适应严苛的自然环境的金角路 才有机会可以进化成这个模样 分类是大角宝可梦 从金角路进化之后 尽管全身的体毛变成了雪白配色 但是属性并没有多添加一个冰属性 设定是一般系再加上超能力属性 鬼角路与喜翠地区的人们 在生活上有着密切的互动 在这块土地上自古就深受重视 也由于在进化之后 身体会变得更加巨大 下额、尾巴跟腿部的体毛 会变得更加浓密 所脱落下的毛 能够被收集制作成防寒衣物 品质极佳非常实用 而在下一个是喜翠地区的勇士雄鹰 在喜翠地区的毛头小鹰 在进化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体型比起合众地区的勇士雄鹰 还要更大 喜欢独来独往几乎不会成群结队 冬天来临的时候 它会从北方飞来 玩家在旅程之中会受到它的帮助 请它拿着特制的辅助工具之后 就可以乘着它从高处滑翔飞翔至低处 分类式战吼宝可梦 属性式超能力系加上飞行系 能够使用精神力量加附于战吼般的诡异叫声之上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狩猎时会用冲击波来削弱猎物的体力 再用锐烈的爪子撕裂并捕捉对方 此外勇士雄鹰还能够利用精神力量 来让自己的地力感变得敏锐 进入初神状态来提升体能 下一个是水上座骑优伟玄鱼 在喜翠地区的野蛮鲁鱼在进化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玩家在旅程之中会去受到它的帮助 在身上安装了特制的辅助工具之后 就可以乘着它在水上探索 分类式大鱼宝可梦 汁水会进化转变为水系加上幽灵系 是因为野蛮鲁鱼在成群树河而上的时候 强健的个体在身上聚集了 因炎库入途失去性命的伙伴的亡魂 乃因为附在身上的灵魂都持续一起战斗着 灵魂们不但会在水上移动的时候 攻击给它推进力 让它不论游多久都不会感到累 并且它们也会在战斗之中 使用自己的意识来攻击对手 让优伟玄鱼一旦感受到对手的敌意 就会情绪激昂 穷追不舍的攻击直到对手倒下 在下一支是喜翠地区的卡地狗 分类式放哨宝可梦 由于长时间与人类保持着距离活动 因此与人类不亲近 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够与它们建立信赖关系 它们高度的警戒守护着它们的地盘 在野外出现的时候总是两只一组的在行动 在发表会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它们两个在野外的样子是有多么野 速度是有多么快 一看到玩家就接连的铁头工一个猛撞猛撞了 诶,大家看看这个官方的这张资讯 它们一只可是有20几公斤 如果这个直接被撞下去 哇,肋骨肯定咚咚咚咚 而卡地狗的属性变成了火属性再加上岩石属性 为了在寒冷的喜翠地区也能够精力充沛的活动 喜翠地区的卡地狗的体毛长得比官渡地区的卡地狗还要更长 亮眼变得更加多 岩石构成的角虽然说又坚硬又尖锐 但是非常容易缺损 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才会被作为攻击的手段来使用 另外在宣传片之中也有去展示了全新的游戏机制 在野外的头目宝可梦 看吧,我在先前是不是就说了 村子的外围这个门口为什么要有城墙 为什么要有守望塔 就是为了要抵御凶猛的巨型宝可梦 结果真的实装了吧 尽管目前有关于这方面 官方都还没有给予更进一步的讯息 不过我们可以去注意到 这些头目宝可梦目前的状况 第一,全部都是最终进化阶段的宝可梦 第二,全部都是眼神凶猛 呲牙裂嘴非常凶猛具有攻击性 第三,似乎是自从天空打下这道神秘闪电之后 这种恐怖的宝可梦才开始出现的 我猜想这种头目 应该是有可能透过几种方式来安排进游戏 第一种就是将它安排在探索区域的深处 当研究等级达到一定程度 当解锁高等级区域 就有机会可以随机遇见它 它们就只是相当于绿色的茉莉布林一样 依然是野怪,但是就是比较强一些 再来,第二种可能就是 它们是主线故事之中的王 被安排在冒险过程之中的必经之路 它们的出没地点是固定的 并也有特定的对付方法 特定的剧情走向 而非常多人都在关心的 这款游戏能不能多人游玩 目前官方所给出的资讯是 这是一款从头到尾都只能够一人游玩的 ARPG冒险游戏 就连级别对战也不会举办 不过连线交换的机制还是存在的 官方在发表会上的结尾就有去提到本作是能够联动Pokemon Home的 只要是拥有洗碎地区签证的宝可梦就都能够被传过来 且在住庆村之中也有一座设施 它名作《易宝摊》 玩家只要是拥有Switch Online的网路服务 就能够在这边与其他的玩家做连线交换 而预购特点的部分 目前官方所释出的资讯有 只要是有抢先购买传说阿尔座斯盒装版的玩家 就可以去获得在冒险时可以去做更换的服装 卡蒂狗的合服组合 第二能够在宝可梦卡牌PTCG上使用的特点卡 特别绘制的图样阿尔座斯B 第三还有能够在嘎欧雷机台上使用的活动黑卡 CP3080的制裁光丽阿尔座斯 而如果你是购买数位版的玩家 就不会有卡牌也不会有卡甲 但是卡蒂狗的合服组合仍然是可以领 还会在加阵30个能够在潜行 不被野生宝可梦发现的情况之下 能够有更高捕获率的沉重球 传说阿尔座斯是一趟 以完成这个地区的第一本 宝可梦图建为动机 以要与所有的宝可梦相遇为目的 而展开的崭新冒险 不只是设定背景 它的从头到尾故事 游戏机制 以宝可梦的系列作品来看 都是一个革命性的游戏体验 那么今天的分享暂时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原谅我们不要在短时间之内 将说的内容都整理好分享给各位 在未来我们会持续继续制作有趣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宝可梦的大小事 如果各位还喜欢我们这样子的资讯分享 帮我们按下下方的喜欢点 给我们的鼓励 帮我们频道分享给你 认为也会喜欢陪到朋友 我是阿峰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